马来西亚 槟城的岁目祝福 大忏悔小故事两位志工 像是这一位志工欧彩群 他大半时间都在麻将桌上 一回家就发脾气 另外一位志工杨锦云 则是看到了蟑螂 乌公 必定扑杀 现在两人都深深忏悔 改去恶习 换回清静心 唐代物达国师忏悔造下的恶果 同样忏悔的还有刺激志工杨锦云 以往插害动物 直到身体有了病痛才体会到 他叫我进去 帮我逃在那边 在我一个钟头 我骂死了 我就会到了 我没逃跑 我要叫人不要杀身了 哇 真的人间地义啊 不过我要向我的家人求忏悔 好好照 家庭照顾得好好 我让他们担心 带给他们的烦恼 现在我要向他们说 对不起 请原谅 欧彩群深深欲鞠躬 忏悔大半时间沉迷赌博 现在借除恶习 换回家庭温暖 冰晨岁末祝福 两位志工献身说法 让台下观众敢出声 期盼新的一年 自己也能有新的改变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导 对不起 林寺